謝謝 我們下一位是葉春鳳小姐請準備 謝謝 我沒有問下去 啊 sorry 建議 零年廣次動工興建的時候 能夠將最後一棟敷的品材一起裁掉 不要保留 好 再一張 從情理法三個方面來講 從情的話 廣次四周居民贊成拆除最後一棟 負責品材 在多次說明會 即第一次工廷會中 好多居民都曾經 很積極的提出口頭報告 跟書面的意見 清楚的表達 希望拆除的體驗 第一次工廷會後 居民也已經把連署書 送交給議員陳情 下一張 嗯 從另一方面來講 保留下來的這種平台 它不但佔據了這個公共開放空間的部分面積 還擋住了避難動線上面第一 是緊急避難的時候的超級龐大的 龐大的障礙物 下一張 拆除福德平台可以節省一大筆 一大筆 結構補強的費用 以及一大筆整修的費用 還有長期管理 及維護的費用 節省拿稅人的錢 福德平台拆除之後 廣大的開放空間 除了可以作為廣實 園區二十六二十七層高樓大樓大廈的這個大量人口的緊急避難區 也可以作為周邊老舊公寓人口緊急避難場所使用 下一張 市政府應該以公共安全作為第一考量 為居民保留一個防災避難的場所 下一張 從法的方面來講 根據建築技術規格設計施工篇第289條規定 公共開放空間內不得設置建築物再講一次 文字審議委員會決議 剛剛局長也講過了 沒有列位文字建築 所以保留這種福德平台 不管在法律上什麼上都站得住腳 所以下一張 站得住腳 分從三方面來討論 都顯示應該拆除這種福德平台 獨法局到底憑什麼理由保留這種福德平台呢 還猶豫什麼呢 為什麼別的事情解決了就公佈 那你假如說平台都解決了 就公佈它 我要猜 我就是猜 我什麼時候會猜 跟大家明白的講 不是很好嗎 對 請局長回答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教師先生 現在我們請葉春棟小姐 謝謝小姐 廣池四周多數的居民都建議 明年廣池動工興建的時候 能夠將最後一棟福德平台一起拆掉 不要保留 下一張 從都發局網站下載的第一次公聽會簡報 居民關心議題文上面載明 104年5月26日文資委員會決定保留福德平台 這個是騙人的 可以看出都發局意圖把保留福德平台的責任 推卸給文資審議委員 下一張 經過居民當場在第一次公聽會抗議這個陳述 明顯跟事實不符 都發局意圖欺騙居民 局長當時就答覆 他從沒有說過文資審議委員會決議保留福德平台 局長說他沒有說過 好下一張 我百分之百同意局長的說法 你從沒說過 文資審議委員會決議保留福德平台 但是第一次公聽會的簡報上 卻明明白白的記載也寫得清清楚楚 居民應該相信哪一個 相信檢報還是相信局長 請局長說明啊 下一張 居民關心最後一棟福展 福德平台拆除了議題 在第一次公聽會沒有把它釐清 今天第二次公聽會的簡報 竟然把這個還沒有釐清的議題拿掉 下一張 我要請問局長 議題拿掉代表什麼意思 局長請你注意點不要講話啦 局長科長我在講話 第一個是都發局已經有所決定 自以為是打算一意孤行 不需要再聽居民的意見嗎 還是都發局已經有所決定 但是不想告訴居民 所以避而不談 一次都發局自欺欺人 認定居民不關心這個議題 所以把它拿掉 到底是哪一個原因 什麼意思請局長說明 下一張 又快到中秋節了 從去年中秋節之前 蔡廚福德平台的時候 居民就開始陳情 至今已滿一年 局長滿一年了啦 又要中秋節啦 歷經多次說明會 和兩次公聽會 這個議題仍然一而不覺 太沒有效率啦 都發局不要再優柔寡斷 舉起不定 更不應該再推三檔四 或黑箱作業 希望局長能夠尊重多數民意 拿出破例來 趕快宣布裁阻 希望局長等一下不要說 等一下你千萬不要回答說 如果多數民意都要裁阻 我會 我學男生的說明嗎 我會 我會尊重 下次還會再來 沒有一個答案 下次還會再來 已經來八次了 哈 我報告完畢啦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黃林玉 請問在哪邊 喔唷 張克風麻煩請進過去 然後 我們接下來會統一做回應 那再換下一個人的發言 謝謝 謝謝各位長官 各位長輩 來到這個公聽會的地方 第一個我要詢問的是 有關個人住家的問題 請問現在在八十四項十三號十五號前面 已經有一條去年才剛開闢新的道路 但是根據前面的建築圖來看 這個道路似乎又要拓寬了 這個地方原本是沒有道路的 開閉道路之後交通就衍生非常多的問題 因為我就住在這一邊 如果根據上面的圖 105.080908的方案 變成一個彎的道路 那是前面看起來似乎又要再開 把路再拓寬 而且根據前面的建築圖來看 他又要再拓寬 我們不確定是否有這樣的需要 而且在建築圖方面 在樹跟道路之間 我方便走到前面去問一下嗎 不好意思 這邊樹跟道路之間 為什麼原本就已經一條道路了 為什麼這邊又要把道路往左 把樹蓋在原來道路這個地方 這是非常浪費功能 浪費大家的錢 我是不懂這個建築圖 所以我在這邊跟各位長官來疏問 第二個就是 台北市政府要發展 台北市政府要建設 當年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大安森林公園 有一位黃市長 他排出萬南 建了一個大安森林公園 拆掉所有的東西 我們現在 我相信百分之90的人 都去過大安森林公園 那也是一個發展 也是一個建設 為什麼到了廣市 這一片這麼美麗的地方 我的爸媽媽在這邊住了數十年了 不太好意思講他們的年齡 我相信在座各位長輩也是這樣子 這麼美麗的一個公園 為什麼要蓋這麼多的建築物 為什麼不能有破例 可以蓋成另外一個大安森林公園 我覺得 歡迎 廣市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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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 贊成 這也是一個建設 這在客廳來講 我不知道客政府有沒有辦法 有這個破例 因為 在這邊剛剛開始 發展局 各位長官都說 這邊的老的家 長輩的年紀是所有 區政府裡面 比例最高的 你蓋了這些公有建築物 人進來 車進來 安全就有個問題 為什麼不能把這邊發展成一個大安森林公園 讓這邊原來的老人家 更多的長輩可以來這邊散步 外觀 可以欣賞一下月景 看看宗舊的月亮多美麗 說不定還可以辦個演唱會 為什麼一定要把這些公有建築 蓋在這邊 蓋了一個社徒 蓋了一個其他 都非常好 我們也不是反對 但是 我們反對公有建築 我們希望有另外一個大安森林公園 謝謝大家 謝謝 好喔 他有一個公園出現 去一區公條2號 但是我想 在這中間的步驟 我們請向外局處做回應 謝謝 你們應該可以用的是廣服 綠綠綠廣場 等一下的那個 發言的次序 一樣 我先回應